你看到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没有退散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这时候就不是一个进场超体的一个好时机 你可能还是要等待到 看到台币开始由边转升了 看到整个市场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开始慢慢淡化 观察指标可以看什么 你看港股 如果港股能够出现比较快速的跌升反弹的话 代表欧美的投资人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开始淡化了 这时候你看到台币转升 港股转强 那这时候你要进场去抢台阶的反弹 我觉得是一个OK的一个讯号 但如果没有看到这两个指标同时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要买台阶 就是以这种长期投资的心理去做一个低阶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能够稳定大家心态的做法 你说全球现在最投机的商品还是虚拟货币吗 但虚拟货币其实在最近的反弹幅度相当的惊人 那另外也可以发现到最近其实在主要的法人 这法人不是指台湾的法人 是一些华尔街一些对冲基金 最近对于整个虚拟货币 不管是ETF他们的一个持仓部位 都开始有在做一些增持虚拟货币的情况 所以法人的买盘回流也推动虚拟货币的价格走高 所以在这样情况里面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那当虚拟货币在走高的时候 台股当中有哪一些族群可以一并留意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就是要有钱 我是主持人小碧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汉伟哥在现场帮大家解析 汉伟哥好 小碧好大家好 我们要聊聊台积电了 因为台积电的股价一路的往下跌 可是很多人呢不管是定期定额还是买零股都是中爱台积电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汉伟哥到底你现阶段 如果你每个月还在3500扣台积电的人 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 等一下汉伟哥会一一的来帮大家做解析 我觉得当然你说这个600块跌到400块以下 这边我觉得当然不需要继续停扣下去 但我觉得重点是在说 你到底想要在台积电身上投资多少的比重的金额 比方说你现在有100万你想要去买台积电 或说你想要去买0050 我觉得也要设一个所谓的一个资金的上限 比方说你台积电已经扣到50万了 那你接下来再跌你就不要再买了 你就等它后面自然弹回去之后 你再做一个怎么样的处理 那最忌讳就是说我已经扣了100万了 那我发现台积电跌到300块 我还想再扣 我去借钱来投资 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讲长期投资台积电的话 大家就要去有一个长期奋战的一个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过去台积电 它曾经就是说从这个金融 就是应该打抗泡沫的时候 大概200多块 那跌到这个金融海啸跌到60几块 那60几块再涨回到200多块 你这中间大概花了十几二十年 那所以代表说这段时间里面 但你要扣掉它每年的配股配息 如果以目前台积电来讲的话 每年大概平均可以配到13块左右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300 300 400块去买好了 那再跌到100再跌100块跌到300块的话 代表中间有100块的价差 那你可能要分成 它如果每年配息配回来 就算股价没有回到400块的话 你可能放个大概五年六年 你光配息的钱就可以回到你的成本上面去了 那如果说这五六年的期间里面 台积电股价能够再从300块 反正到400块回去的话 代表你可以赚到它的价差 也可以赚到它的一个利息的利差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但重点再来说你要准备这五六年都不会用到这笔钱 我觉得就可以在边持续做一个扣款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觉得台积电委屈了 你想要做一个短线的反弹 做一个价差的话 我觉得可能以现阶段 你看到台币汇率还没有回升 你看到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没有退散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这时候就不是一个进场超体的一个好时机 你可能还是要等待到 看到台币开始油扁转升了 看到整个市场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开始慢慢淡化 观察指标可以看什么 你看港股 如果港股能够出现比较快速的跌升反弹的话 代表欧美的投资人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开始淡化了 这时候你看到台币转升 港股转强 那这时候你要进场去抢台积电反弹 我觉得是一个OK的一个讯号 但如果没有看到这两个指标同时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要买台积电 就是以这种长期投资的心理去做一个低阶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能够稳定大家心态的做法 台积电可能未来这五年整个先进制程领先的实力还是有的 所以除非这未来这五年全球的科技业面临到非常大的逆风 就是整个经济停滞了 整个所谓新科技也没有在一个新的发展 那它的高阶制程变成拖累台积电的拖油品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有那种要传承给小孩的一个观念了 但是以目前我觉得台积电的领先程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需要等到十几年了 不用这么久 对也许三年五年之后这个经济这个逆风循环回来之后 它有可能就出现股价的反弹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因为台积电本身过去的六七百块的高价 你说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要回到那个时间点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六七百块的台积电是来自于什么 一个是因为疫情的因素 导致它有一些overbooking的关系 一个是因为过度宽松的资金来拉高它这么高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要去期待说台积电回到过去的六百块七百块来解套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高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如果真的买了六七百块的人 那当然现在来到四百块以下三百多块 你可以去做一些适度的摊平 就像刚刚提到了 你如果有一笔资金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台积电可能是你可以考虑的选择 但如果说你已经套满手了 那我觉得现阶段你就先观望就好了 所以如果是有闲钱的人 再来去摊平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汉伟哥的是 外资回头买台积电对于它的股价 当然是会比较有一个动能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看到新台币回稳之前 或是外资开始来布局台积电 这个之前我是不是都不要碰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先不要碰比较好 因为你想看看外资他买的成本 大概可能是六百多七百多块的时候在买的 六百多块在买台积电 五百多在买 但五百块以下他就一路砍台积电砍下来 也代表说你等外资买的时候再跟着买 其实你成本都会比较低 因为他过去买六百多块 你现在可以买到三百多四百块的台积电 我觉得你顺着外资的一个操作 而且重点是你要搭配外资期货的多单 因为一般来讲台积电占台股的全值很重 所以外资如果真心想要买台积电 要买个三天买五天的话 你会看到多单不断的一个增加 这时候我觉得外资对台积电买盘是比较有机会延续的 但如果说你发现到外资今天买台积电明天卖台积电 我觉得这时候你可能就先不要跟 你就还是等待外资 可能买了两天三天之后 台积电真的股价现行 暂回到重要的均线支撑 比方说他可能回到月线以下 月线以上 那你看到这个十日线五日线 已经出现黄金交叉 我觉得这时候去买 会比你就是不断在猜台积电370会不会止跌 360会不会止跌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有人说等台积电如果宣布说我一年的配息配到20块 他才会比较有吸引外资的回投回补的状态 汉伟哥也觉得有机会 因为我记得之前台积电他们就说 在成长的阶段 就他的资本支出必须要持续扩张 或是维持一定额度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配那么多钱给股东 我觉得这个论点应该是比较中心来看待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台积电外资股东不会只有单一个 一定有一些外资 他可能是一些养老基金退出基金 他会希望说能够稳定的配息 所以他会希望说台积电如果你愿意提高配息的话 对我来说我可以领到固定的股息 我愿意再持续投入到台积电的股票 可能这部分的这个养老基金退出基金保守的资金 他会回到台积电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但反过来有一些追求成长性的基金 他们就会认为说 那你就侵蚀掉你未来几年它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所以这时候他反而会造成他们的一个卖压 所以我觉得这种配息的政策很难去满足到所有的股东 我觉得整个公司能不能往上走高 重点还是他的技术实力跟他未来所谓的成长性 我觉得这才是股价的一个重点 大家对于现阶段的电子股应该失去信心 就是觉得说好像 非常的低迷 今年电子股就很惨嘛 从这个联发科 台股的二哥也能够腰斩 那台积电从这个600多块跌到300多块 也是腰斩 对那像联电等等 你几乎想得到的知名的电子股 优质的电子股都跌得非常的重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到 反而你这时间点你可以重新回来 检视一下电子股 有哪一些族群可能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尽量以就是说 现阶段有一些所谓报价上涨的题材 所带动的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我觉得可能在短线上来看 是比较有表现的空线 那大家如果留意到就是说 今年你以全球金融资产来相比 跌最重应该在虚拟货币的市场 很多币圈的交易人 今年可能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而且6万多比特币的金额 就这样一路跌下来 对跌到1万多美元 那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主流货币 甚至都消失不见了 所以今年币圈真的是血流成合 比投资债券 比投资股市都还来更为惨重 但在这么惨的市场当中 其实最近开始慢慢浮现生机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你说全球现在最投机的商品 还是虚拟货币 但虚拟货币其实在最近的反弹幅度 相当的惊人 那另外也可以发现到 最近其实在主要的法人 这法人不是指台湾的法人 是一些华尔街一些对冲基金 最近对于整个虚拟货币 不管是ETF 他们的一个持仓部位 都开始有在做一些 争持虚拟货币的情况 所以法人的买盘回流 也推动虚拟货币的价格走高 所以在这样情况里面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那当虚拟货币在走高的时候 台股当中有哪一些族群 可以一并留意 我们很快去带一下 就是说 大家都一定知道说 虚拟货币在走强的时候 台湾有些板卡族群的股票 都会直接连结 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 你可以看到什么 额利台 青云 汉讯等等 他们都受惠到整个板卡 或比特币的价格走高 那我们当中举汉讯当作 当中的一个例子 它题材是什么 因为 辉达在上个礼拜来台湾访问 他除了访问台积电以外 还说密会张忠谋 对 密会张忠谋以外 他也去访问一些 相关的板卡供应商 因为辉达的这个 CPU的显卡卖的不太好 所以很多的板卡 吃了非常高的一个库存 那辉达在上一届的财报 已经提列了非常 大概13亿的美元 说要帮助这些供应商 去帮你去挖库存 就是说 你卖不出去了 你赔一半 我赔一半 我们一人赔一半 所以这样的情况 也带动他们整个一个转机性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浮现 加上说我们刚刚提到 虚拟货币涨价助攻 所以你要操作这个板卡族群的股票 我觉得就是跟随着虚拟货币的报价 搭配上量能变化 那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到创意的部分 因为细致采息 过去在2020 2021的时候 业绩能够成长 是因为挖矿的一个热潮 所以当如果虚拟货币在走强的话 可能挖矿的需求 是有助它的一个业绩的回稳 那像创意是台股 最近这个表现相当强的一个标的 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 投心如果去买的话 应该都还有机会 那再来就是说 你看到虚拟货币在走强 挖矿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过去这几年 整个虚拟货币会受到 能源价格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说 挖矿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个产业 所以在这几年一些所谓的 主要的矿场 他们也因应到 碳中核的一个需求 所以慢慢从原本的水力发电 开始转为所谓的太阳能 风力发电 绿能相关的 那比较不会受到政府的一个制裁 所以当 如果未来整个挖矿区 有重新回问的话 我觉得对于绿能创能相关的股票 是有机会的 那元金它本身就有绿能需求的题材 那现在它的一个低档 我觉得是量能比较低名 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股票来讲的话 可能就要留意到 你哪天发现到 比特币价格一直在创高 但这些虚拟货币的股票 开始不涨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台湾的报价股很难玩 就是说你看到报价在涨 但股票不一定跟着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操作的一个诀窍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这些QR Code 请大家扫描扫起来 并且帮我们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来看一段共商服务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只是应该就像是在家里衔 那是煌鱼的 准备 感谢观看